原标题 苏联俘虏的60万日军 只有40万人回国 其余20万人拿去了 众所周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是著名的法西斯国家 以日本千皇为首的大本营 制定了一系列作品 他们不仅在1931年入侵中国 就连很多东南亚国家也被日本侵略 当时日本最精畏的士兵 驻扎在中国东北 这些人也被称为关东军 关东军的军事实力 相当于日本甲级师团的战斗力 实力非常强悍 而东北的总兵力超过60万人 之所以日本对于东北这么重视 就是希望将这里成为日本的一个殖民地 就算战争失败了 他们还能盘踞在此 可是日本终究会付出代价 在1941年的时候 日本由于战略资源消耗殆尽 不得不开辟第二战场 当时大本营制定了两个作战方针 一个是北上进攻苏联联合德国会士莫斯科 另一个就是南下太平洋 在东南亚有他们必须要的橡胶 钢材、煤炭、石油等物资 所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基地 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个战略错误 可是日本能够维持战争 它不介意与全世界为敌 展开全门 而在太平洋战场上 日本损失燃重 为了补充兵源 不得不将关东军的一部分军队 调到太平洋战场 那最后的结果都是损失惨重 在1945年的时候 战争已经进入尾声 日本人还负于顽抗 为了迫使日本投降 苏联和美国都有动作 首先美国在1945年8月6号和8月9号 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造成了30万人死亡 同样苏联也没闲着 在1949年8月10号 率领150万苏联红军 进攻70万关东军的大本营 这场战争过后 有10万关东军在战场上战死 还有60万人被苏联红军俘虏的西伯利亚 他们有的修体路 有的挖煤矿 有的挖土豆 在寒冷的盖马平原上 他们所受的日子简直惨 不忍睹 正是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 让不少日本人全部冻死 而且苏联人也不会那么好心 给他们提供医疗设备和人道主义保障 在苏联看来 他们都是战争的柜子手 由于战争期间 苏联消耗了很大的人口 国家建设必须要有充足的能力 而这批俘虏本着不用白不用 用了也白用 白用谁不用的原则 使劲地挖掘他们的无限潜力 后来60万关东军回来的只有40万 其余那20万都在西伯利亚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就连日本天皇曾经希望能够让斯大林归还战俘 可是斯大林非常干脆送给他一船骨灰盒 还将日本天皇的侄子的骨灰盒 当成一份礼物送给日本 这让日本气得吐血 后来和苏联断交十年 可是人家家大业大根本不理会日本的单方面行动 那些40万日本战俘回到国内后 再也不敢踏足苏联一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